由你掌控 DNFM 我是邓丽君 流量当头自由高照 欢迎回到天马星空 我是Will 我是恩慈 我是炎炎 是 那我们今天来谈谈这个课题了 那这个课题呢 其实对于好多有留意国际新闻的朋友呢 应该不陌生 因为都知道呢 其实在 其实在世界各地啊 都很多这个示威 在美国呢 有刚刚因为这个黑人 少年被杀的事件上街示威 那在这个巴西呢 之前有这个 因为这个 这个世界杯的这个事情呢 这个体育馆呢 导致示威 对印尼呢 又有这个 因为这个什么的 有起价的这个示威 泰国有他们的示威等等 那好多地方都有不同的这个示威 都是因为不同的这个诉求 那埃及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 他们对于这个政党的替换的一种 一种这个所谓不满的示威 所以我们会看到 那示威的会造成呢 其实是因为可能 呃 有两 最最最最起码呢 肯定是有两个不同的 这个支持帮派 一一帮是支持这种说法 或者这个党派的 那另一帮是反对这个的 所以他们就会去示威了 来反对这个这件事情了 那从中呢 我们看到 呃 这个埃及的示威呢 其实可能跟目前大马的一些局势 有一点点的接近 有一点点 但不是说完全一样了 因为马来西亚呢 就是刚刚过了这个505的这个大选 第13届这个大选 呃 当然我们也看到 我们有的这个集会 并不是示威了 因为我不懂 这个示威这个字眼呢 好像听起来在马来西亚 有一点点的负面 不过呃 我们有有去就是探讨过 我们大家一起都探讨过 其实这个示威字眼呢 其实是蛮中性的 对不对 他没有所谓的 呃 这个正面或负面 不过在马来西亚 我们一般上的 我当你说到示威的话 你感觉就是比较 有有冲突 极端一点的 对有极端 就包括比如说像在这个呃 上一次 这个呃呃 我们上街去Berset的这个2.0的时候呢 有爆发了一些冲突啊 那种感觉就比较像示威 但是近期的这几次呢 黑色集会这些呢 都比较偏向于集会 呃 就和平集会 并不是在示威 即使是像呃 首相 他也 他们也用的是这个示威 或者集会 他们都有不同的这个说法 呃 是不一样的一个概念 不过埃及这个示威呢 倒是因为呃 呃 这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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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名了 这个兄弟会 墨西兄弟会的这个情形 因为墨西下台了嘛 被军方逼下台了 结果就就呃 把这个暂时的这个法官的推上去 当暂时的这个总统 然后人家就不满了 这个墨西兄弟会他们就不满 所以造成了这个示威 其实这个示威呢 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对民主的一种的这个拉扯 拉扯 为什么呢 我应该是 我认为应该是势力的拉扯 利益集团势力的拉扯 应该不是民主的拉扯 利益 呃 就 如果你说这个利益拉扯肯定也有 但是呢 它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墨西本身呢 是民选出来的一个总统对吧 他民选出来 他做了一年 好像一年不到 差不多一年呢 结果就因为人民的不满 你自己选出来的 你到你结果你不满 你就把它呃 脱下来了 其实到底是人民的不满 还是军方 还是某方面的不满呢 是因为要这个利益的份 当时墨西他 他引起这个人民不满的原因呢 呃 首先是埃及这个局势 他不是墨西一个人造成的 呃 其次是他引起他的直接影响 对人民产生不满 这个直接影响 他有几个原因 呃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说 呃 他上台之后 他承诺要经济改革 他承诺要短时间内 也就一年内进行整个国民经济 各方面都需要提升 但是墨西他毕竟不是一个经济学家 他也不知道在实施一个法律证 在实施一个这个经济政策的时候 他需要一个经过长时间漫长的一个恢复阶段 这个恢复阶段也最少得四年到五年 这个这个时间段内 一年是完不成的 所以说他上台之前 没有把这个明确的信息告诉给民众 这个经济是马上上不来的 需要慢慢的去恢复 第二点呢 他上台之后 他的外交还是不错的 上台之后 他的内政就是有点有点 偏向于穆斯林兄弟会上的一些内政 他首先呢 他就是说 彻查就是前任总统 穆巴拉克时期 他的检察院 他的检察长 法官 各级法官 对对这些法律体系的这些高官人士进行报复 他其实也不是报复 就是说制裁他在 穆巴拉克时期 他们所做的错的一些事情 需要法律体系进行提送 其实这他也是代表着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说法 代表着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利益 在在承知这些法官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 他他引起公愤 他引起法律界各方面的对他的一个不满 第二点呢 他就是说 他 第二点呢 他就是 他 对他 他的这个思维呢 他是很 就是很倾向于穆斯林兄弟会这个思维 你说莫尔西吗 对对 他 莫尔西他 第二点就是说 他因为现在埃及整个局势 整个人文环境 他的世俗化比较高 在穆巴拉克时期 他把人们世俗化的程度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他想马上上台之后 改变这个世俗化的程度 他想把这个世俗化的程度降低 把宗教化的程度提高 这是他执政的另外一个 就是第二点 他他想慢慢在推行这个宗教化的这些民主 这些思维 是是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引起好多世俗社会人士的一些民众的一些 也是不满 所以民众其实更喜欢这个穆巴拉克 如果这样比较起来 对不对 穆巴拉克应该他也不是很喜欢 如果是有一个 主要原因其实 他已经世俗化了 你再要把他改过来 他是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 他不能马上你说 我要一个强制性的一个措施 要出台的民众 就是已经世俗化很多年的民众 他他这个心里是适应不过来的 所以啊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埃及的民众呢 他本身他不喜欢这个墨尔西 墨尔西所做的这个方式呢 就跟这个穆巴拉克是两个不同的这个风格的 而且他们的措施也完全不一样 其实事实上来说 其实这些原因导致民众的一种不满 但是如果说没有军方的参与 没有各方势力的一种拉扯 其实这个企业啊 各方面的 他是不会有很强烈 不是很有强烈的这种对抗感 他他又加上军方反对派各方势力的一种撮合 还有外方势力的一种经济援助 导致了这个这个就是埃及现在局势是很不稳定的 但是人民呢 他们本身他们应该了解到一点 墨尔西虚然刚上台 他所做的一些措施呢 是需要时间性的 你说的没错 他们可能没说的很清楚 这个需要多长的时间来做 以人民的这个这个 他们的知识程度呢 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能够真的理解 这些措施呢 是需要很比较长的时间来做 不过可以很肯定的一点 他们能把穆巴拉克 就是把这个墨尔西推上去 就换句话说 他们有一定的这个民主的这个意识存在 只是说他们也明白说能够把它拉下 我能把你推上去 我就能把你拉下来 虽然说你需要这个外地的这个借助 这个势力才能把它拉下来 不过我看到的一点就是 人民自己本身他要求什么东西 他是真的明白吗 他是真的知道自己要什么东西吗 还是说他们没有办法去再 再接受我要那么长时间才能达到 我要很快速的我要速成的一些东西 现在穆尔西给不到他们速成的东西 所以把它拖下来 所以我们看到一点 从中把他看为马来西亚一些状况 我个人有一个感觉是怎么样呢 穆巴拉克 我们可以把它比为可能像马哈迪 因为穆巴拉克在位也是非常多年 他用的是一个非常也是一个强硬的这个手段 比较比较怎么说呢 强势的一个领导 马哈迪本身也是一个强势的领导 他也在位那么多年 而且他情形呢是怎么样 马哈迪一下了过后就把这个巴拉推上去了 对吧 同样的巴拉做了也做了一届 也不是很久 就就这样的给人换下台了 民众就不喜欢他的这个风格 其实有一个有一个点 他是那个马哈迪和 木巴拉克是不一样的 木巴拉克他是始终想执政 他不想下台的 但马哈迪他是自愿下台的 这是不一样的 应该说马哈迪知道什么时候 他应该要开着光环退下来 他选择的一个点 让他自己退下来 他自己在他自己的专记说 如果是一个独裁者 我不会选择自己 自己退下位置 从来没有一个独裁者 会认为自己是一个独裁者 其实这不是说 又这是另外一个事情 其实是相同的事情 我们是看到这个 独裁和民族基本上是关联的 我们现在谈的是一样的这个事情 独裁是一个媒体的渲染 还有一个是群众的一种 做出那个事情来之后 群众感觉到一种不满意的 一种情绪化的一个反应 但是作为这个本人 跟他本人做一个分析呢 马哈迪这个人 他是很自我意识很强的一个人 他就是说 他自我意识很强 就是说他可以 他所做的任何事情 他认为是正确的 他认为正确的 他就是正确的 所以说他在执政的这段时间 他推向的每一次政策 他都具有很自信 他都他推向每项政策 都是很自信的推出来 他认为这是毫无疑问的 他这就是正确的 这种形式风格 这种自信 这种可以就是他 这种自信的这种表现 他给群众的一个感觉 感官就是他很独裁的感觉 这是一个人 就是一个人是 就是人是 就是不一样的 但是又说回到这个 埃及的示威 他和这个埃及的示威 他又和这个大马的这个示威 又有什么不同样的 不同样的影响呢 是我们在这个线上呢 就邀请到这个廖国华先生 他也是一位时事评论员 来跟我们聊一聊 今天的这个课题就是 我们从埃及的这个示威呢 来看回到底大马的这个集会 这个示威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 廖先生早上好 早上好 是 我是这个威尔 还有我们另外两位这个主持人呢 袁袁 还有就是恩慈也在现场 大家好 大家好 是 想问问你一下廖先生 就是你对这个埃及的示威呢 你本身先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想埃及的示威 我们第一 我们要先肯定人民有示威的权利 示威忌讳的权利 这个普世家政 我们廖肯定的 但是埃及跟我们这里 一个最大差别是 埃及呢 其实一直都有这个金方干政 他们一直其实都是金人政治 都是金人有很大的这个影响 在政治上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这个大骑士了 金人是不能永远参政的 所以在最近呢 在这个阿拉伯之村过后呢 他们就把这个独裁政权推翻了 然后把这个推翻了 过后呢 当然你不会这样子就一帆风顺的 这个民主进程 因为这个传统保守的势力 金方的势力呢 他们基本上是不会那么快 那么早就愿意把这个权利放出来的 是要经过很多的磨合整合 这个民主的 但是这个是基本上是民主的大趋势 民主的进程 我想我们要谈这个埃及这个金方干政 我们这对是要谴责这个金方干政 但是在这之前呢 这个埃及总统 前总统这个穆巴勒呢 他在回应人民计会的时候呢 也是采取这个强压 这个打压的手段 也是采取那种国家暴力 用国家暴力来打压这个机会的人民 所以就造成了 到后来这个金方就开始支他 到后来就都不想支他 就变成政变之类的 把他推下台 我想这个给我们的教训就是 这个政府呢 这个当权者 他不能傲慢 他必须要听起民生 他不要用这个打压的手段来回应民意 你是必须回应民意的 因为你是代表人民做政府 所以我觉得在马来西亚的情况 有很大不同 马来西亚从来就没有这个 这个金方干政的这个传统 所以不会有这个 不会有这些 这些所谓的定人多前的问题存在 但是还是一样 这个那里的 这个政府都好 对于人民的机会呢 他们其实是必须去正面的去回应的 这个思维机会呢 约会不会造成混乱的一个原因 我们看 我们不要再看太远吧 我们看香港台湾 所以有时常都有这种几十万人的机会啊 所以我觉得 思维机会呢 是人民的合法权利 这个也是一个普世价值 我们一定要去肯定的 没错 你说的没错 这个这个思维和这个机会呢 是人民的一个权利 但是呢 我们看到 先从埃及这边说起吧 你说这个身为一个领导者 或者这个领导方面呢 就必须回应人民的一些需求 首先先看看这个所谓的穆尔西 他上台 他做不到一年 差不多也是一年左右的时间 就给人这样推下台了 当然军方干政是一个主要原因 但是不单只是这个原因 人民本身对这个穆尔西也是非常的不满 而穆尔西也没有用这种 像穆巴拉克那么强硬的手段 来治理这个国家 那为什么人民对他不满呢 他其实人民 他其实是 人民其实 他会给你一个蜜月期 你已经给你一年的蜜月期 但是你还没有任何表现 然后你又让贪婪的 那作风又出现了 他整个导火线就是 他要把中央公园的一片地 情报产之类的 他整个傲慢贪婪就出现了 所以人民当然是会导致反对 你说他其实他是很强硬 到最后他是很强硬 也是利用警察警队去打压人民 利用先生 就是在媒体上报了 其实穆尔西他这个本人呢 和他穆斯林兄弟会 他的作风都是很节俭的 都很就是廉政的 刚才您说就是他的贪婪 这是怎样又就怎样去说 这个 他可能是 但是一年了 人民大概所有的行政权上来 人民都会给他端密业期 然后你一直都没有表现 因为最近他的表现 他就是不要把中央一块地 原本的休闲公园 要把它拿来发展 这种就让人家看到权益的傲慢 权益的傲慢 可能也是贪婪 为什么要那块地呢 为什么这原本是一个公园的公家地 你要把它变成一个 所谓的私人发展地呢 这一些人民其实是看到防范与未然 所以那人民才群其反对 可是他对这个人民的反对呢 他其实是不回应的 然后到后来是打压的 金方当然是打压 但是金人呢 到最后都觉得 哎呀我想站在另外一边 所以这个也可以看到 我们在埃及的金人 把还政移民 金也还得彻底 他们还是保留很大的权利 那你刚才提到的就是有两样东西 第一就是所谓的这个灭业期 还有第二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傲慢 对不对 灭业期和傲慢这两个东西呢 我们看回马来西亚的一个政治局势吧 马来西亚如果你说像国阵 他已经执政了这五十多年了 那他的这个所谓灭业期肯定也没有了 虽然说每一 早就过了 对不对 可是现在新的这一届上任呢 他有没有这个灭业期呢 那我们看了除了这个国阵的这个政府之外 也要评论一下 到底像能源有没有他的灭业期呢 是 我觉得都有的 比如说阿布图拉才上台的时候 他就马上了一个几军大选 他大胜了 基督跟原理人生 对新政首相有个期待 有个灭业期 所以明年的各州政府一样 第一届上任的时候 你特别在第一年的时候 大家对他的什么呢 那还是比较宽松的来评论他们 但是你今天是第二届 做政府的时候呢 你还期待这个评论员宽松对待你 严格对待这个国阵 这种期待是不正确的 你也一样要面对严格的检验 因为你是第二任做政府的 不是在行 你不是才做政府 你已经做了一任了 是你说的没错 那如果同样的 现在我们说的第二点 就是个傲慢这个事情了 我们知道国阵不是第一届做政府了 那人民为什么还能 还能接受他们的一些 傲慢的一些做法呢 比如说要征用金武的这个地 比如说要在这个独立广场那边 建了一个都好城楼 这个高楼大厦 108层的 还有那我们现在这是国阵的 那另外一个我们看看 这个明年呢 行动党 我们没想到的就是炒作的非常厉害 就是五八鸟在槟城的这个事情 所以这是一个傲慢的一个表现呢 还是怎么样 我们看这两两方面 是傲慢跟这个利益了 特别是在基隆坡 这个这个118大城 那个或者MRD 那整个工程是 不是一两亿哦 是几百亿的这个整个工程 是 当中有多少利益输送呢 是我们要去追究的 我觉得基隆坡一个最大的问题呢 为什么他可以不需要回应民意呢 是基隆坡的政府不是明显的 基隆坡政府不是明显的 所以我实际上开玩笑 马来西亚都会是华人哦 马来西亚都华人 讲中文的话 他会知道谁是台北市长 他不知道谁是基隆坡市长 你很少看到全世界 任何首都的市长 是人民不熟悉的 但是马来西亚就是这样 因为市长他不是人民显的 如果你看这个大选的成绩 很明显如果 这个基隆坡的政府是明显的呢 他肯定是另外一边就政府 另外那种情况 情形就可能不一样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基隆坡这边呢 你必须当务指定 就是还政移民 要人民有权利选他们的政府 你要面对 你要对付傲慢 最有效的 就是你让人民有更多的权利 所以在基隆坡人民 其实是 是不值得的 其实你只有一票 这个意思是第一点 这个傲慢呢 所以我们需要去评论 你需要去监督 你必须要接受媒体的监督 接受评论的监督 接受这个公民社会的监督呢 你才不会那么傲慢 你才知道 需要去回应民意呢 有没有你整个党呢 整个政府呢 才有那种向上的力量 不然你就被傲慢挤带了 那至于像刚刚我提到 这个在槟城这个行动党的 这个呼巴鸟事情呢 是不是也是一种 过了蜜月期过后 已经本身就是开始显示出一种傲慢的表现呢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 他整个公司呢 他这个 其实一些人讲这个问题不很严重 但是你他也是可以很 如果你从那个本质来讲 你从那个principle原则来讲 它是很严重的 因为它是党政不分 你不能够用个政党的这个技巧物呢 变成一个州政府的技巧物 这个是党政不分的 所以你这个 这个你不防范你未然呢 你不在小小的时候呢 一个水坝 也是从这个小洞里面喷破的 所以你不把那小洞堵住呢 它会变成一个很大的 会很接着到一个崩盘的 当然可能违避还这样严重 但是你如果不期待小小的 就去把它堵住的话呢 没有人知道 它以往后的发展是怎样 很多人是认为说 其实这个 你说的是没错的 廖先生 就是从小的这边开始 但是一些小东西呢 一般民族不认为是 会是认为是一个问题啊 比如说 OK就说会 这个 这个什么 我们集会的这个事情吧 你看 当初呢 我们整个这个集会呢 从这个505过后的诉求 并不是说这个什么 这个选区划分啊 或选民策的问题 而是要推翻这个选举的成绩 那现在呢 我们开始关注到选民策 和这个选区划分有问题了 那一般上要发生过事情过后 大家回头来看 才知道那个问题在哪里 所以如果这样子 呃 发展下去的话 我们看看 以目前马来西亚的这些集会 各种各样的集会 能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效果呢 你觉得 是我觉得民主啊 参与 实施民主是很重要的 你因为你参与了 你才 人民其实 就是说出人家讲 人民其实是老板 其实他的 真的有变成老板吗 哈哈哈哈 他人民其实很弱 他其实可能是很弱的 他必须汇合起来 才是一个力量 就是英文讲的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就是 就是你人民啊 你必须连着起来 你那个才有力量的 叫做水这样 我就是非常喜欢 这个庄子说的这个水 人民叫做水这样 水能带走 他必须汇合 他才是一个力量 所以这个集会呢 这些其实都是 人民慧恨的一种方式 人民的把声明 表达出来的方式 人民的声明 其实是很弱小的 你是必须 被看到的 人民的声明 其实不是被听到 它必须被看到的 所以什么香港 七一的 他们每年都保持流行 游行呢 都是这样的目的 它要被看到 它不止于 要被听到 它要被看到 我们也是一样啊 我们是要被看到啊 我们人民对这个选举 成绩不满 他接着这个 有他努护弊的现象 然后这个选委会呢 其实并没有 很好的回应这个问题 这些都是人民 上劫的原因 现在马来西亚 这个军方 是不是政府在控制呀 基本上是文人政府吧 这个军方其实是 是要平民于文人政府啊 是 那他就是 如果是 他是 他这个军方是独立于政府吗 还是他不受任何控制 军方是独立的 但是他必须平民于文人政府啊 是 还有另外一方面 就是说 现在马来西亚的 执政党和反对党 他们各自的 背后有没有 就是国家在支持着他们 所以我讲 政府是国家支持他们呢 因为其实我想对比一下 埃及的一些 我想你可能 那个问题是指国家机关的 比如说这个 军队啊 法庭啊 法这些所谓的 这个国家机关 不是 不是国家 你 你身和谁人做政府呢 这些国家机关 其实就是应该为人民服务的 国家机关是应该独立的 比如说我们的 呃 公务员体系啊 这些 那你在国家的应转 我们是要公务员 呃 服务啊 这些人其实是 是独立的 然后政府呢 其实是做的是 啊政策性的决定啊 那你如何执行之类的 其实是 呃 是公务员体系 呃 因为你看 你看在大选之后 呃 首相纳吉他就 首先去绑英国了 呃 这是一个信息 也许跟 呃 也许呃 呃 这是一个信息 另外呢 呃 也也有 就是说 反对党 呃 他们在就举行各种集会啊 呃 505啊 或最后这个 628吧 这些集会他都会有幕后金主的 你认为这 哦 有幕后金主啊 幕后金主是不是 其他国家在支持啊 我 我觉得 没有了 没有了 啊 看到一些 一些可能是 对你做政府做久了 你会这个 所谓的呃 呃 国库 通 党库啊 呃 你会通过一些 一些方式把这个 原本是国家的钱 转寄给死人之类的 哦 但是 还 还 不会 你不找 天洋国家的钱 来来做这些事情了 嗯 这是不对的哦 党国不分 是个大忌 哦 是民主的大忌哦 嗯 嗯 但是 我再问一个问题啊 他 但是你 你感觉现在就是对比 埃及民众来说 现在马来西亚民众对 呃 当今的这个执政府 呃 可以从这次大选可以看出有 百分之 呃 这届是百分之47点多的民众在 支持啊 执政党 呃 有百分之多在支持民连 你你感觉 普遍的民意上 他的 对于执政党的这个 满意度是怎样的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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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我们每个人观察都是很个人 哦 我想马来西亚其实非常切发这个有权威的民意调查哦 嗯 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需要有钱 有有有有民意调查哦 人民能够大胆的对这个民意调查看他们 可以专门看法 那么 政府呢 其实这政策呢 其实也 比较容易回应民意哦 马来西亚其实就是非常切发这一块 哦 我们其实都没有民意调查 哦 这边是中期民意调查你这个总统现在或者是总理这个政府的支持度现在有多少呢其实都没有 你不像台湾你是很清楚现在现在马英九的支持率有多高之类的我们都很清楚 但是在马来西亚这个这个有权威的民意调查真的是非常非常切发甚至可以说没有哦 因为因为因为民意调查你不能过个人的看法的你个人认为呃就是因为因为人会可能有他的个人的偏胆哦 所以我们需要有前卫的民意调查 这时候马来西亚这个非常切发的一块了 我觉得非常切发的一块 嗯 我们说说这个这个埃及的示威和其他地方的示威了呃 一般上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冲突出现或者一些流血的这些事件 而大马的示威呢就没有这样子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我想说的形式是这样子我们看到先拿就拿这个埃及的示威来说吧 在这个流血事件当中呢可能会对这个执政单位造成一定的这个压力所在比起一般的这个平和平的这个示威 那我们看看大马的情形 大马是不是也要到达一个程度来来做呃一些比较激烈的一种动作呢 才能令到这个大马政府呃关注民生所提出的一些 我觉得不应该 我觉得不应该 嗯 我觉得不应该 你你你我觉得是你可以坚持你可以长久但是我们还是和平的 嗯 我不我不相信以暴制暴的那个方式哦 嗯 我还是像我还是相信我们要和平的方法哦 在在和平的方式哦 嗯 我不相信用暴雨 但是我们看回以以过往的一些历史了 一般上这个民主达到一个这个进程了 他的过程当中呢 他必他肯定会有这个流血的事件 当呃这个黄金号 未必的 未必 我觉得未必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当以前还在很威权的统治之下 这可能是事实哦 嗯 但是在今天在民主开放的时代 我我觉得这个未必是事实 未必是事实 对 因为人民相信他的民主权力的时候 人民相信他可以上街的时候 其实是不一样的哦 人民的力量呢 其实你只有在几个前来是力量的 嗯 坦白说如果你一个机会呢 只有几百个人 就是在以前哦 以前以前 在马来西亚不是很久前 大概十多年前 嗯 你大概 机会就全部被警察抓去了 就是 就是 就是lock up你一天 然后过去放你 大概也没有 也没有接下来的什么动作了 就是因为人太少 嗯 就是人太少 嗯 我们现在马来西亚最大突破是709的时候 是没错 人民真的是勇敢走上街头去 所以遇到这个这个 这个 不过同样也面对打压啊 对对对 对对对对面对打压 肯定面对打压哦 你说流血那可能算是流血吧 嗯 好 那么他面对打压说 因为人民勇敢的表达心声哦 你会有国际压力各方面的 你接下来看吧 我们就看到这个政府必须 以不同的方法去处理人民大机会的 嗯 是 而且这里面有提到民主这个东西啊 那其实呢 这个 呃 墨尔西啊 他当初也是 呃 透过人民民选出来的 那其实这个 所以这个 这个民主 并不是单单五年一次的选举 不是说 我们把这个总统选了出来 我们他就五年 五年里面 或者任期里面 他给为所欲为哦 并不是这样的 他还是需要去回应民意的 他还是 还是不能够把这个人民的委托啊 当作是他的钱 当作是他 他给为所欲为的一个副身符哦 还是需要 还是需要了解的 嗯 如果以这个和平的方式 还是没有办法达到目的呢 嗯 那应该怎么办 我想 我们要 我们要有信心啊 我们也可以用和平的方式来达到 我们要的改变哦 我觉得我们是 我是有信心 我觉得 我们越来越多的站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我们是可以用和平的方式 但是 但是事实显示 以这个数据 我们看起来哦 这一次 这些忌讳呢 好像是一次比一次人更少了 比起之前 对对对 这个这个是 这些事实 但是为什么人会越来越少 当然有一些因素了 当然你大选前 人民有个期待哦 所以你就大家更讲出来哦 然后接下来这个 特别是五明五 跟我来 大家是觉得这个 这个 特别是明年哦 他提不出他的 他的下一步到底是什么啊 嗯 你将我们来机会 攻击下一步是做什么 他们基本上看不到 你要做什么 所以人民就不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人民 在马来西亚的人民 其实是非常独立的哦 有一些 当然有一些出来机会 人是特别政党动言的 但是大部分的 很多那其实 是自动自发出来的 他们其实会评估的 嗯 他们其实会评估的 他们是否愿意出来 现在人家不出来 并不是因为害怕 以前人家是因为害怕 现在不是 他是觉得 哎 你提不出这个方向给我啊 嗯 我为什么要出来呢 嗯 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嗯 而且你你 比如说这个美国 他们这个occupying 这个占领华尔街 他们就是和平的 一切的坚持下来 就是和平啊 嗯 那先生就是在 呃 其实在埃及所有民众的 这种呃 街头的这种示威 呃 他有多大程度 就对对比马来西亚 因为在埃及 他的这个示威 呃 咱们大家都知道 他是有几个因素构成的 呃 他他一部分 他是有就是民主意识 但是更大程度上 他是一个反动派 与军方的一种联合的一种挑动啊 还有一个外国势力的一种干涉 金钱利益的一种干涉 呃 把这个火给点起来了 但是反馈到马来西亚 咱们看到民主示威游行 这种民主 人民所具有的这种真正民主的程度 究竟有多大 不受外界干涉 我觉得马来西亚的那个民众啊 基本上是自己动员出来的 并没有所谓的外国势力啊 我基本上我看不到马来西亚的这个 有着所谓的外国势力 那那反对党呢 反对党是本国势力啊 为什麽 典党会说不能动员 他的人民 他的支持者出来机会呢 就是他们的权利啊 就是本来就是 就是国势一个 一个马来西亚人民的权利啊 反对党也是马来西亚人民嘛 他们当然有权利 他们当然可以动员 他们的支持者出来啊 嗯 其实有一样事情 就是我们都知道 最近这个我们的 这个名联的 他们都在上述了 要判这个 要求说判这个大选成绩是不合法的 要再重新重选过 那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情形看来呢 我们看到一种情形是在明年方面 他们就去宣誓了 成为这个政府了 那甚至成为 呃到这个国会去开会了 他们并没有杯格这个国会 并没有杯格宣誓的这个 这个举动 那现在他们要求 要把这个呃 国会这个什么 选举成绩完全判不合法 要重选 这这种这种呢 是不是这种举动呢 是不是因为之前所做的这些 机会呢 其实没有没有带来任何的这个 对国阵造成任何压力 所以他们才采取了这个举动 或者是要让人民知道 这是下一步应该做的东西呢 这也可能吧 但是我本身就觉得他们这整个东西 我们看到明年 就是基本上看不到明年有一体的动作 一方面说要反对一方面 你就去太快的去宣誓了一点反抗都意识都没有 然后你又在跑回这个所谓的这个法力斗争之类 我觉得他整个整个整体的策略呢 你看不到一个一个一次的策略 你看到其实是矛盾重重 我觉得明年本身呢 他真的是需要需要有做更多的检讨 他对这些 这些呢基本上让我们看不清楚 他到底想做什么 所以在这种模糊的状况下 如果下一届比如说现在呢 我们听到这个安美嘉也提到了嘛 这个可能十月会做这个Bursay 就是竞选盟4.0 就再一次集会了 那这个集会我们能预计 他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作用 和一些什么诉求呢 OK 我也是Bursay 2.0的督导委员 阿比卡其实没有提出 他是说有Bursay 4.0 但是还没有说在4月 所以是媒体的误导了现在 大概是有一个在马来西亚 在非马来西亚对吧SMD 是 不知道讲Miscuit他是说实业 其实他没有提出实业 他提出是说如果这个 因为我们看到我们最大的问题 就是在写名词 如果你没有干净的写名词呢 你不管怎样呢 你就没有办法一个干净的选举 所以你你如果不请你这个干净写名词 你就来做选举划分 这事实上呢 人民会生去 人民生去的是Bursay 4.0 嗯 但是我没有提出在 在 没有提出具体时间了 嗯 但是我觉得Bursay 4.0是肯定会有的 因为 因为如果这个 这个 选委会哦 他们不认真的回应名译的话 嗯 你说这个 竞选门4.0肯定会有吧 如果是不不毁名 那我 我想知道的就是说 这个Bursay 4.0 它将会提出什么样的诉求 而且期望能够达到一样什么样的效果 我们 其实我们现在主要的诉求就是这个清理写名词哦 你如果没有一个干净的写名词 你是不可能有这个 这个 干净的选举 干净的选举 现在一个最关键的课题就是 他要再从 这选委会要从 从先划分这个选举哦 你如果没有一个干净选举这个选举划分呢 它是很容易作弊的哦 所以我们 因为我们其实我们一开始 Bursay 2.0的时候提出 其实提出15个诉求哦 后来 但是一些是比较长期的 我们就暂时没有提 我们就给8个诉求 那其中一个诉求呢 一个长期诉求呢 就是写期划分的工作呢 他必须真正反应一人一票之外呢 他必须把这个 也更合理的划分写期了哦 你今天看到很多选举划分是很不合理的 比如有有有大小不轻之外呢 然后那种gerimentary 有那种 没错 那种你你你画到 你觉得你不了解 为什么这个选举这样画的哦 那个合理性不在那边 所以我们其实这个 现在我们是要最关注的课题呢 其实就是这个选举划分哦 这个是我们也 嗯 是不是因为这个选举成绩出来过 才发现到哦 原来这两个才是重要的 不是我们都都知道的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 但是但是这个长期目标 你不可能在一两年 做打选举前 你这样给完成哦 嗯 那那我我倒想了解的 现在是这样子 因为Berset 4.0 如果举行的话 肯定也是召集民众 就这个集会了吧 对不对 在这件事情上呢 明年呃 给以什么样的一些支持 行动党啊 公正党啊 伊斯兰党 给一些什么样的支持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表态呢 我们希望他们参与 我们希望他们动员他们当年参与啊 对对 这是一个希望 我说他们到目前为止 有什么样的一些表态呢 还没有还没有 还没有表态 还没有 还说太早吗 还没有 嗯 但是因为 之前都有 有主办过两次的经验 哦 那个合作关系 其实一些一些联系的这个机制 其实是存在的了 嗯 这是可以再继续讨论的 其实不只是明年 我们也就是欢迎任何人哦 任何人 其实都可以出来参与这个干净的选举 其实某些马来西亚的选举呢 其实是 winner to all 其实 因为你现在 现在马来西亚 因为过去 马来西亚的那种选举制度哦 就是那种 异所难攻啊 你掌握政权的时候呢 你身体是 其他人 就很难把这个政权拿下来的 嗯 比如我们看平成吧 嗯 你难道 呃 马华明镇 他真的没有任何支持吗 但是他一个细位都没有啊 嗯 他就是马来西亚的 但是这就是马来西亚的这种选举制度 first pass to post的一个选举制度哦 我觉得呃 明镇老华 如果他们是要能够在马来西亚的政策里面 还有所谓的 neleven哦 嗯 我觉得他们也应该对这个选举制度下点功夫 嗯 研究一下哦 我们特了这个这个单一选举之位呢 能够不能够加入这个这个比例代表者 能够加入比例代表 然后我们也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换民主第三票 嗯 也是这个perse 1.0的时候呢提出了一个诉求 嗯 就是需要地方政府选举 我觉得如果有地方政府选举呢 你你你你冰城这个民政党不会不会输到完的哦 嗯嗯 我觉得他们需要需要需要他们是输者了摆者了哦 他们其实是不远远拿回这个增钱就是因为我们的选举制度哦 嗯 所以我觉得他们需要这个也认真考译一下这个选举制度对他们不利的地方是什么哦 他们也有大概三也是有三分之二的三分之一的支持啊 嗯 他们有34点多巴仙的支持但是你基本上就是出到完的嗯 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选举制度的问题哦 嗯 因为你是的确实可能你在每一个选区拿到拿到49%的选票但是你一个细维都拿不到了 嗯 我们的选举制度的确存在着这样的一个世界上的牵线哦 嗯 所以你看到很多民主的国家其实都都开始除了这个每个选区之外呢 他还加上这个这个比例代表着比如说台湾就是一个例子哦 他除了个别选区之外呢你还有个比例代表着的有个所谓的不分区立委哦 嗯 嗯 廖先生就是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新闻啊在就是埃及街头嘛 他们在啊暴乱的时候呢有几个年轻人追追着一个年轻人啊追着他在打打 那个一个年轻人呢他是支持穆尔西穆斯林兄弟会的 那么好多的四五个年轻人呢是支持现在的就现在的反对派就是现在啊埃及的反对派的 他们在追着他打打他呃 其实这个印象让我反映到就是现在我们在马来西亚呃我们在就是在在我们的社交网站上 我们要发出一个不不利于迷连的一句话或不利于迷连的某一个党的一句话 大家就群其而公之 这是不是一个政党的一个强势作用影响了民主的一个程度呢 我我我讲每一个版图有些粉丝了好就是但是但是但是我们需要去制止这些了 好我们需要明显选取之后呢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啊民主哦 他其实是个Gentlemen Game来的哦 就是一个一个盛世的运动哦 大家需要需要有一定的游戏规则我们要去做了哦 就是我们相信所谓每个人都有表达不同意见的自由呢 你需要尊敬你要尊敬别人不同意你的自由不同意你的权利哦 所以你你就认为你啊你不同意我你就要种没发生那种什么的违惨的那种时间了 我觉得是很要不得的 是很要不得的 是Gentlemen Game 不过可能有些人的看法是认为这是一个Barbarian Game 就是一个一种游戏规则 那我我是的确实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那如果说现在我们看到一个情形呢 在大马的这种所谓的集会或者示威等等呢 一般都是这个在野党或者是这个所谓的呃 这个这个明连都在做 那为什么在国阵这方面呢 不管是巫统啊马华啊明镇啊等等呢 他们这个集会的呃这个频率比较少呢 比起比起这个 我想前时间大概都一样吧 政府大概不会举行大机会来 没有就就就我们我们这样子来看 比如说像现在明连已经执政了这四个州 呃有资格州所在上一届308也是执政了 对三个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州属当中的肯定也是像你说的吧 槟城他也是民政有支持的 马华也是支持的 武统也支持的 但是他们这个集会呢 并并不常见报 我知道有但是不常见报 而且几乎呢没有受到关注 所以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举个例子说 比如说像现在呢 这个呃呃 槟城的这个行动党 他就把这个呃州议会的一些问答环节啊啊 就就就删除了吧 对不对 这样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所以这样子的其实是不不民主 或者是我相信很多人都不赞同的 那为什么呃他们就是没有没有这个集会呢 如果有集会的话 为什么没有媒体没有大事报道 那我觉得这个这个这个是个很值得讨论的 第一他就是这个这个这个国会 这个这个这个行环节 其实不是问答环节 是执行环节 就是我可以质问你的意思 不是不是问答 问问问题你回答我的意思 是执行环节 就是我可以质问你的环节 他他为什么没有 因为一个主要原因就是 呃这个宾州政府呢 承认错误 然后他们承诺改变 你你承认错误了嘛 你承诺改变了 那你当然就不可能再允许更大的后续行动啊 所以就是一个做政府 他必须 当他知道他做错的时候 他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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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错哦 必须承担责任 然后他承诺以后改变人民会给他 人民会给他机会的 我们人民会造成一个大机会呢 就是就是政府明明错的 他还还还 呃死死硬硬的上将 就是人民才会 才会有大机会的 所以你说有没有大机会政府的关键其实是很重要的 那他如何如何回应民意呢 是一个一个一个工作 如果回应民意了过后呢 他可能用了这个一年两年都没有改变的话 那怎么办 到时才来 是你当然一定要有诚意啊 你就是大家的忍耐是有有有限度的啊 比如说这个 这个 这个议会这个 这个议会里面的执行环绝吧 你很快就到下一个议会了啊 你下一回个议会里面 议程里面有没有这个 大家很快就看得到啊 嗯 所以大家其实是看得到的 嗯 嗯 好的 你不是这么容易敷衍的 是的 没错 嗯 那好的 媒体的监督很重要啊 媒体 你们媒体的监督啊 需要把这些不公平的事情扑框出来 其实是很重要的 有的 我们常常都会曝光好多这些事情 对对对对 不过同样的 我们也会受到的很多的抨击 这就正常了 这就正常了 是没错了 对对对 嗯 好的 那非常感谢你了 廖先生 非常感谢 好 谢谢 是是 让我们过一两头了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拜拜 好 再见 拜拜 好的 那我们我们就刚刚听了这个廖国华先生 他也为时事评论 其实他说的这点非常的这个好 有非常多的非常好 呃 但是有一点呢 可能我就 我就可能呃 稍微的有有不同的一些意见 因为他说呢 这个呃 民主的进程呢 是需要靠和平 和平集会呢 可以推进的民主进程 这这点我没太大意见了 呃 不过可能有其他人有不同的看法 比如说像黄敬发 他也是一位评论员 他的评论呢 可能是在这方面呢 他曾经提到过 曾经一篇提论当中呢 他提到过 呃 如果这个和平的这个集会 没办法解决 或者达到目的的话 他不反对 用一些比较强硬的手段 或者比较强硬的方式 来达到这个手段 呃 这个东西呢 其实 我们要怎么去平衡 他的这个这个有效性呢 其实是很难的 比如像我们所看到 这全世界所发生的这种所谓集会呢 或者是这世卫呢 确实是有了这个所谓的这个流血事件 他才发生了这个民主的一些改变 呃 当然我们不希望 我绝对是呃 支持这个廖国华先生说的 我们绝对不希望说在马来西亚 有这样子的一情形 呃 但是说一定和平呃 比较要有这个信心 我觉得这个是呃 对我来说呢 这纯粹是比较很个人的一个信心 他不是一个全民的 大家如果有这个信心的话 可能也也也 呃 我想那个是他一个一个理想 或者是大家希望说 在和平之下呢 就能够呃 争取到或者提出到了一些的诉讼啊 嗯 但是比较所谓的激烈的话呢 我想他是要引起一个关注 嗯 那关注呢 是让呃 国际间呢 就是造成一个压力 而让那个政府呢 呃 会有做出一些反应 去达到他的效果 但是这个效果能够 能不能够达到 预期中的效果呢 或者是呃 比较起来 那个效果 还有所要付出的代价的话 它是不是成一个呃 比较接近正比的方式 或者是做了太大的牺牲 那毕竟呢 因为就是呃 流血的事件 毕竟不会是 是一个悲种 总的来说还是一个悲剧 不过其实也不用担心 我总觉得在马来西亚 不会发生这种流血事件 因为一般上呢 我们上级世卫的群众呢 我们要看是属于哪一个群体 或者是哪一个阶层的人士 呃 我们所知道的大部分 还是属于这个中产阶级的 这一半人士 那他们呢 就不会呃 倾向于属于比较激烈的方式来做 他们宁愿用比较和平的方式 不过我们要看到一点 如果在政府部门呢 还持续像这个清零酒 那一方那种方式来打压 用这个水泡啊 呃 这个催泪弹啊 之类的话 搞不好接下去 演变下去 可能就会有这种流血事件了 不过如果他们继续采 和平的方式 配合的方式 那我看到一个情形就是 它应该不会发生到像埃及的一个状况 嗯 呃 其实我们 其实我们从埃及的这个示威当中 我们会呃 民众会有所警醒 嗯 千万不要变成呃 任何一个派别的一个工具 也不要变成傀儡 呃 想影响 呃 把自己的 把自己的思维给给给受制住了 嗯 要有一个自我自自我意识的一个意识啊 去去 也许那个政党说的是正确的 也许那个政党说的是正确的 不一定是一个政党就是正确的 没错 因为有时候当政党的利益和民众的利益 它是一起的时候 它是一个正正确的一个正效果 但有时候政党他也有他的私心 呃 所以这一点民众就需要清清楚楚的心里知道 他这个私心呃 在哪 千万不要被这种政权的这种力量 把自己在这种战火中摧毁 嗯 而且这个你刚刚说的是在政党这方面 那在人民这方面呢 从埃及的示威当中呢 我也看到了这 这一点可能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的 就是人民确实你可能可以有手中一票的这个力量 你可以把一个政党推上去 你可以把一个人推上去变成总统 你同样的可以把它拉下来 但是我在想说这个总统是推上去 那个游戏规则就是我们透过选举嘛 那你这个选举的选票呢 呃 还不能够 还不足以代表民意吗 然后可能虽然像刚刚呃 廖先生有说呃 虽然我把你推上去不代表说 你就可以在这五年五年为所欲为啊 对 但是我倒是还是觉得说呃 这样子就好像变得说有点儿戏了 其实也你说儿戏 这个倒不是儿戏 民主本身呢就是人民才是 是你你看我们刚才看到有一个他一个一个听众的写法 他说人呃这个民主呢是人民为主 还是以人民为主 人民做主还是以人民为主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呃有趣的这两个说法 人民为主呢 就是人民是老板 我们一般人的概念嘛 那以人民为主呢 这个就不同的概念了 就是我们是老板不过我以你做主 我以你为我的首要考量的这个对象 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那民主你要的是什么东西 以我们马来西亚进行来看呢 我们一般都以为是民人民为主 就大家都以为自己是老板 不过实际状况呢是呃 政府呢呃也 其实应该是政府以人民为主 不过政府也没做到 我们政府也没做到以人民为主 而现在是以个人的利益或者资源分配为主 大家都有自己的私心 我想说在这个人民当中呢 是我们可以把这个政府推上去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把它拉下来 只是呢最重要的一点 人民自己本身知不知道自己要求的是什么东西 而且政府所拟的这个政策呢 是不是像你想象中的 哦一年就可以完成 我一上台马上降油价 我一上台马上降车价 那如果不做到的话 就等于说我是不好的政府 我没有我没有做到这个承诺了呢 我觉得这个人民应该了解 嗯嗯嗯 这个这个政府做这个承诺 呃他需要呃有一个周详的一个计划 说我在哪个时间段我要完成怎样的计划 呃不要是信信口开河 是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课题讨论评论也差不多时间 那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一起陪伴 对有些呃可能有些朋友呢 就呃我就看到一直在问了 就说哎为什么星期三呢阿龙没出现 阿龙你在听的节目吗 我知道你现在很忙 呃不过呢你看有听众在想念你的声音了 如果可以的话啊 就安排一下工作的同时呢 不要忘了我们这个民主的进程 我们大家一起来奋斗的 所以呢一定要把你的这个意见写上来了啊 那我们也希望这样下个星期呢 阿龙呢能在百忙中呢 抽出时间来上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啊 他的这个意见了 好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 那我们今天呢就暂时到说到这里 明天同样时间天马行空会和你一起陪伴 说说这个新闻了 好了再见咯 好感谢你再见 好感谢大家